花蓮市病庄社区、吉安湘、泰昌社区 还有休林湘的水源社区 共同参与了小旗舰社区计划 透过彼此相互学习交流 来分享各自的特色以及亮点 而在睡末期间 他们也举行成果发表会 社区民众参与十分热烈 让居民之间情感是更加的紧密融合 花蓮市病庄社区和吉安湘泰昌社区 休林湘水源社区 共同参与了小旗舰社区计划 透过彼此相互学习交流 分享各自社区的特色与亮点 进而促进各个社区成长 我们彼此踏查了彼此的商圈 让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地图 我们自己的人口 我们自己的资源有哪些 或者说我们盘点了自己彼此的老师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老师在哪里 其实在临近的社区 就有很多很美好的宝藏 那另外我们有寻手队的种子培训 因为寻手在泰昌水源跟永安一直都是二十几年来的一个历史 也是一个传承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张培祥队长的一个引建 让我们知道很多的地方都是在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都有他们每天不间断的寻手才能够让我们有保卫的这么美好的一个家园 那这个青年人的种子他们接受这个培训的时候 他们也才知道原来一个社区的美好 是有这么多人串联出来 包括晚上也是这样子在爱护这个社区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借由小小的计划 但是可以引动未来 我们大家可以更爱护我们的社区 然后一起去发展更安全更健康的未来 在计划期间三个社区透过课程学习 交流参访民众共学来凸显每一个社区的特色文化 也学习彼此的成功经验 在孙末年终之际 三个社区还举行的成果发表会 社区民众参与踊跃 让居民之间的情感更加的紧密融合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